你的胳膊肘我出去了之后先去延伸我的胳膊肘 然后胳膊肘持续向外扩张和延伸 然后再是你的小臂 然后再是你的手 然后再是手指尖 然后持续向外 一直延伸到你的身经末少的位置 OK 延伸到你的胳膊肘了之后 你的胳膊肘延伸出去之后 我们看我现在是什么 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角线 很明显的一个对角线 就是我的左侧长 右侧长右侧短 然后出去的时候 看胳膊肘先去向外 胳膊肘的位置先去向外 胳膊肘向外延伸扩张 然后再是你的小臂手指 小臂手指 然后你看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去工作你的肩胛和后背的位置 然后手臂它其实始终的是保持在 保持在你的一个空间里 OK 所以就是像平时 这可能会先有一个什么 先有一个可能就是 2 3 4 1 2 3 4 1 但是这是一个 但是这个只是说你的手臂的路线 向侧向前收回 对吧 然后但是当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能去更多的感受到你的身体和你的后背和肩胛的时候 我就建议大家 我建议大家更多什么 更多是把我的两个手臂的位置 想象它去是一个打开的 是一个打开的位置 更多是去感受你的两个肩胛 两个肩胛就是你无论再怎么走 去感受到你的肩胛的位置和你的后背的位置 这样的话能更好能更好的清楚的确切的去感受到你的肩胛和后背 是否它是在对抗 是否它是在两个肩胛和后背 它是否它是有联系 是否是有关系的 OK 这样大家在平时做的时候 可能更好享受的手臂 手臂有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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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少会有什么 很少的时候会能感觉到你的后背和你的肩胛 后背和肩胛的时候 比如说像比如说什么圆地活动心呀 对吧 然后什么方形部啊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呃 库库啊下呀 然后时间目呀 类似于这些动作的时候 我更推荐大家或者更建议大家 想选择去把我的两个手去打开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去感受到 去感受我的胳膊肘 去感受几块位置啊 第一块胳膊肘 胳膊肘的位置 这是第一个位置 然后第二个位置就是我的肩胛的位置 OK 然后第三个位置就是我的后背 我的后背肩胛胛胳膊肘 第三个地方 他就是他其实是在同时去工作的 同时去工作的 我只要另一侧挤压了 看我只要另一侧挤压了 我的另一侧的胳膊肘 他就已经开始持续向外了 他就已经开始持续向外了 然后胳膊肘的位置 看我工作的时候 我的另一侧胳膊肘 他就已经持续向外了 向外延伸 然后手臂再慢慢向外扩张 向外延伸 向外扩张 向外延伸 向外扩张 像这种 挺肚子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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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能感觉得到的 所以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去告诉他们 不光是他们 还有你们也是一样的 在跳舞的时候啊 收住你的核心的位置 首先第一点你要想到你的尾追这个位置 它其实它不是向后的 它不是向后的 你的尾追这个位置就是你的这个地方 它不是向后 而是向哪 而是向你 看你向你了之后 你向你了之后你的肚子这个位置 它是自然上它是向你回收的 你不可能你把你的尾追这个位置 你向你收完之后 然后你的肚子这里 你不可能 你还是这样 根本不可能 对吧 所以就是什么 当收住你的核心的时候 你的核心中段的位置的时候 第一步 首先就像你们平时在牙座平板 平时在运动的时候做平板支撑的牙 你做平板支撑的时候 你的屁股它是不可能 它是不可能什么 不可能松的 不可能向外松的 而它是什么 而是它是向你的 它是向你回收的 你看你向你回收之后 你的屁股这里 它是一个夹紧的状态 然后夹紧了之后 你的中段这个位置 你的中段这个位置 它是持续也是向你的 看到吗 所以它就不会说出现一个你的 你的肚子塌腰 撅屁股这种现象 然后当你做完之后 收紧你的屁股 收紧你的臀部之后 尾追向你回收 中段这个位置 向你回收了之后 然后看你的身体的位置 就不要不要在你的脚后跟上了 身体位置不要你的重心 也不要在你脚后跟上了 而是在你的两脚之间 稍向前一点点的位置 这是你的身体位置 你尾追收住了之后 看第一步 尾追收住 屁股夹底 第二步 中段的位置向你回收 然后身体的位置 稍向前一点点 看到 这是你的身体位置 它是一个很挺拔的一个状态 它不能说什么 不能你的屁股这里 它是一个向下掉 你如果向下掉了 臀部这里如果向下掉了 那么你看 那你的腰自然而言之后塌了 你的肚子自然而言之后出去了 所以你要把你的尾追这里和你的屁股 它是向你回收 身体位置持续向你 看到吗 然后身体持续转动 后背肩胛的位置持续转动 看到 收紧了之后 然后后背的里面是一个 持续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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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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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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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挤压你看我到左侧挤右侧挤左侧挤右侧挤去更多去找这个 而不要去动你的哪不要去动你的胯不要去动你的胯 OK不要去动胯而是这个位置你下保持不动就去找什么 就去找你的身体保持站在这不要动了就去感受你的身体 是一个左右左右左右先去找这个点 然后找完了之后记住牵起手臂它一定是控制在这的 手臂一定是控制在这的你不要说你的手臂可以随便去找这个 其实不是OK你的手臂的位置你也是要收紧的 你手臂勾扯的位置它是要收紧的 然后去感受你的左右左右它是否每次它都是在挤压的一个状态上 然后第二个再去找你的转动的时候找你的后背和你的肩压去做转动的时候去找什么 去找挤完了之后去找什么令他身体向前然后骨盆向后转 看吧骨盆向后转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向下OK不要向下向后转动 另一侧身体向前然后骨盆向后转动 然后去感受你的身体像拧麻花一样拧麻花一样拧过去 然后拧完了之后你还找这个刚刚在这个然后去慢慢的慢慢的去对抗 慢慢的去对抗挤压然后持续转动然后转移到另一侧挤压持续转动转移到另一侧挤压持续转动转移到另一侧挤压持续转动转移到另一侧 这样的练习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在家也好或者是自己练习的时候可以去找一找 这样的话能更确定的能去找到你的肩胛和后背连接后背和肩胛它是否是在跳在你在跳舞的过程当中你的后背 第一点是向侧延伸第一点第一个位置啊你们可以现在用笔记记下来OK你们现在可以用笔记记下来你的手臂的路线啊 向侧延伸然后是什么向侧微微收回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向侧收回再重复一遍第一步向侧延伸啊第二步向侧微微收回向侧看吧微微收回 然后第三步向侧收回然后第四步啊向前延伸啊向前延伸然后向侧延伸向侧微微收回向侧收回向前收回 然后穿过你的另一面就是你的现在我坐的右侧吗然后左侧然后穿过我的另一边收回 OK你看穿过的另一边收回了之后我第三步是什么啊第四步是向前收回的对不对 对不对第四步是向前收回的我向前收回了之后我第五步就是什么 啊第五步就是穿过身体的另一侧啊向前收回之后穿过我的身体另一侧收回 就跟向侧向侧微微收回向侧然后穿过身体的另一边收回 OK这是你的手臂路线这是你的手臂路线路线 OK你们可以用笔记记下来啊 为什么会歪因为你的身体啊它吹直线去OK 你就像在跳舞的时候你为什么感觉你跳的时候会歪 因为你的力量是什么你的力量它是向下的 你当你在跳的时候你啊你会下一声想着啊我的重心要向下 我的重力要下去但是你你一想你看你的另一侧身体你看 他你就会下意识地想着啊我要向下然后再走向下啊 再走向下再走其实不是的你的重心的位置啊你的身体的位置 它首先第一点它是垂直你首先第一点你要先找到一个垂直 就你可以先什么你不用去想着你可以先去找你的放松力 然后身体体压然后延伸这些可以先不用去找先去找你的垂直感 OK你可以先去找你的垂直感手臂打开向侧打开 然后收回啊向侧先去找你的身体的垂直感啊 啊比如说我在跳方前路的时候啊 啊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你可以先去找你的身体的垂直感先去找到这一点 ��릴感觉 啦 captain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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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